我们讲一下书评 首先这个盘前计划 那么上周五呢 我们预判的是一个低点 然后呢 结果当天呢 直接高开 高走 但是呢 后面又回落 但是从案例上面看的话呢 问题不大 好吧 那么到了 根据上周五的走势 上周五呢 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单枪 指数 一个增量的单枪 冲高回落 那么今天的走势来讲的话呢 常态的话呢 应该是 从量价的走势来讲 常态的话呢 应该是还会再次尝试上攻 因为背景呢 是低点 上周五的收平呢 我们也和大家讲了 这个是这个低点呢 是为什么判断它是短期的低点呢 因为它是几个指数 共振的一个低点的一个结果 那么 今天的盘前 我们是看指数呢 继续上攻 但是呢 要防这个 冲高回落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呢 出了一个这个降准的消息啊 降准的消息刺激以后呢 就会肯定 大概率呢 就会导致指数呢 会高开 那么一旦指数高开呢 我们就要防止什么呢 A股的那个尿性 高开低走的这个尿性 所以呢 结合三线操盘 那策略呢 就是明天要防止这个上线不过的冲高回落 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冲高回落呢 需要结合盘面板块的动向 以及分时量波来研瓣 这个是关于指数部分 然后 今天的上线呢 我们用的是 3260和3276 下线的话呢 是3245和3240 三线操盘 进入了 那板块方面的话呢 上个礼拜 我们一直在看的这个数字经济啊 包括 代表体 都比较活跃 然后至于这个一带一路的话呢 之前我们是没有讲它的 但是呢 在周五的盘前呢 我们有两个划下案例啊 两个还是三个划下案例 是一带一路的 那么如果说 它今天继续强势呢 比如 周五有消息刺激 这个一带一路 如果它今天继续强势 则就持股 如果板块呢 不能继续维持强势 而走的冲高回落 那么就什么呢 那么就直接该坐梯坐梯 该落袋落袋 就可以了 好吧 中国消息比较多 但是发酵比较厉害的 应该是降准 应该呢 就是一带一路 那么像这个数字经济波动 人工智能的实际也有消息啊 但是呢 板块一般都在反复 在轮动 所以的话呢 就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就可以了 整体就是这个 那么 关于指数呢 重压区呢 是在3285.0线 这个是波段的21位 下跌波段的21位啊 那么既然我们是看反弹 你就要先搞清楚上线在哪里 那第一呢 是3260 然后呢 3276 然后接着呢 是3285 3条线 那么指数反弹的话呢 就结合3条线去应该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今天来讲的话呢 今天肯定是先看最近的 60和76 就是这两条线 如果不过 那么你还是要什么呢 要高抛下 速度踢 因为反弹并非反转 那么在这里呢 也讲得比较清楚 那么如果说 想要强势反弹 则需要占用3285点 就是强势反弹了 如果还没有站上去之前 那么只能算做普通的反弹 好吧 3285点这个点位 下周一周都可以作为参照 这个呢 就是更大周期一点的一个内容 那么上面的话呢 这现在就是今天的内容 好吧 这个是关于指数部分 其他就没有了 我们这里呢 就讲清楚了 然后呢 指数这里呢 还要强调一个点 就是周五呢 是确认的是短期的低点 但是呢 它也仅仅只是一个低点 它并非底 因为没有见低量 所以它不是底 它只是低点 那么指数呢 它只是暂时 脱离风险 回到震荡区间 对吧 回到震荡区间 离开了破位的风险 那么至于说 后面的走势呢 要看这个低点 往后 它反弹的力度 然后才能结合指数的走势 给出进一步的什么呢 指数入境的研判 但总归来讲 指数短期脱离风险 先观察反弹的力度险 这个就是盘前的东西了 那么 还讲完美歌啊 还讲完美歌 讲完美歌啥呢 我们看一下 关于今天的板块啊 今天的板块 今天的板块的话呢 这个数字经济呢 是分化的预期 一带一路呢 预期是加速 那么我们周五就是都有了 那么 晶片呢 基本上就弃若留强就可以 那至于其他的呢 就是继续在数字经济 或者一带一路 半导体板块当中寻找机会 但是呢 你不能去看高领的 基本上呢 就跟风好 画线案例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是盘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指数 指数的话呢 指数的话呢 一 三二一零点 然后呢 第二条线是三二七九点 三二七九点没有到 长官开门以后呢 其实今天分时就不太健康 因为白线在上 黄线在下 并且呢 开门以后黄线直接就往下走了 那白线的话呢 挣扎了几波 好吧 挣扎了几波 黄线就起来了 但是呢 这里呢 就大幅地回落 后面呢 强返一波 左边这边就是一个震荡的行情嘛 今天因为回到了震荡期间 正是关于分时 所以 假设如果是做股指的 或者是做期权的 那今天就比较难受了 不好做 上蹿下跳的 对吧 但是对于做股票来讲的话呢 问题不大 就按照盘前的计划去展开即可 那么 分时量多 三二六零不能够站稳 早盘是否有高高点呢 实际是有的 第一个 就是这儿 对吧 这里呢 是一个这个 上行的趋势 我们用低点去相连 那么当它击穿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那么 其次呢 快速找到你的谷底 所以呢 在趋势穿 谷底穿 这个地方呢 其实你就可以去进行一个 相应的高攀了 好吧 那么前面有没有更好的位置呢 比如说这儿 这里呢 是出现了分时的这个 分时高点的 给了一个背离高点 但是呢 由于它的级别不够大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呢 就没有进一步的 这个 怎么说呢 没有进一步的提示啊 这里是高点 因为 如果说早盘拉伸的时候 你看 如果黄线 它并没有创新高 那这个地方就是大级别高点了 比如说 这个黄线 下去以后啊 然后呢 跟随反弹 走到这儿 走到这儿 不能新高 然后呢 上面又出高点 那这个高点就大了去了 但是呢 问题呢是 这个高点的级别并不大 第一呢 它 3260是过了 当时 3279呢 它还没碰到 它不上不下的 这个高点 第二呢 就是黄线 并没有说是 直接动不了 那如果黄线 不能这个分时新高 那这个地方就 高点就大了去了 或者说 这个地方再碰到 3279过不去 那这个高点的级别就更大 但问题呢 这个高点 它级别一般般 就是说白了 就是一个正常的 正当高点 因为下方的 它是新高了的 那你上方也是新高了的 所以呢 本质上这个 虽然黄白线的 敞口比较大 但是的话呢 它的级别并不大 然后呢 它也没有碰到 这个关键的上线 并且走出 过不去的这种走势 这里也清楚 理解打个溜溜 这也就是为什么 早盘没有去 重点强调 这个分时 出现了 背离高点的主要原因 因为它的级别不大 因为盘面看震荡 因为趋势还在 对吧 你看 红色的趋势还在 所以说 你这个高点出现之后呢 它第一个 第一个作用呢 先是回踩趋势 然后回踩谷底 所以说这里 那么才会进一步的走弱 这是关于这个 分时高点的问题 很清楚的 扣个66 听明白这个扣个66 我们就继续 好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你若用不利用 主动刚刚呢 都可以 不强制 但是呢 刚才讲的这个 扇轻趋势破的时候 那么你是要注意的 第二个呢 就是 在这儿 注意在这儿 好 那么在这儿呢 是还有一次高破机会 比如说 它击穿了人线之后 你要注意了 然后呢 它同时又把趋势给破了 那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 这个位置呢 就意味着 金刚指数会有 比较大幅度的回落 好吧 比较大幅度的回落 为什么呢 因为 在往前的行情里面 你看 它的谷底并没有击穿 它的谷底并没有 有效击穿 对吧 但是这里 就被击穿了 对吧 而且趋势也破了 所以呢 这里呢 就会有一个相应比较大 幅度的一个回落 回落到哪呢 那么一般呢 是回落到这个 开盘的低点的位置 那么等把低点给打漏了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进行测幅了 好吧 就可以进行测幅了 那么测幅的话呢 首先呢 你可以先用它 先用它 然后直接去拿它的底 然后呢 测到一个位置 如果那个位置被跌穿了 那么你就要用这 去拉这个顶了 对吧 那么我们最终测到的位置呢 大概是在 三二三五点 多一点点 就在这 你看 那么踩到这一步呢 想反弹了 但是没反起来 然后呢 继续震荡下行 震荡下行 然后 这个呢 就是盘面 今天的这个 关于分时的部分 那么 全天来讲呢 就是一个 这个叫啥呢 冲高回落 好吧 冲高回落 但是呢 超出了正常的一个预期吧 就说冲高回落 这是预期中的 但是呢 回落的幅度大了 这个呢 就有点尴尬了 然后全天成交量 是一万亿 今天两次 相比呢 昨天呢 是进一步的增量 那呢 上涨加速1800家 下跌2900家 涨停1800的 跌停6个 那指数为什么会放量呢 对吧 或者说 指数为什么出现了 放量的冲高回落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给结论吧 主力在调仓 这个地方 指数的方向 依然是 这个指数的方向 目前依然是在震荡区间 但是呢 你说震荡区间 有没有一个 下和下一个方向 那么这里是有的 它是震荡爬升的一个 这个走势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趋势线是有效的 是一直踩着 向上走的 所以呢 方向是看 横盘区间的震荡爬升 那么既然是震荡爬升 它这个地方就不至于是出货 对吧 因为你出货的话呢 你出货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守着趋势 直接往下砸就行了 直接把这个326点干漏 对吧 你把316点干漏 直接往下砸 你没必要非常守着 这根上去的趋势嘛 所以呢 这里呢 更多的是一个 调仓换股的一个信号 这个是关于分市 这个指数成交量的问题 那么具体是怎么调整 怎么换的 一会儿我们再看板块的时候去看 那指数现在怎么办 首先呢 量半 打回原形 回到原点 因为上周五的这个阳柱 已经被干漏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没有任何的这个刹车柱 什么都没有 那么 就是继续震荡呢 震荡起稳途中 然后呢 继续等待一个 有效的刹车柱出来了 好吧 那么目前呢 这个上映趋势是在的 没有破 对吧 所以呢 明天怎么办呢 明天 明天 常态来讲 按照这个成交量 明天是 应该是继续往下打 但是呢 这个地方不一定 明天应该又是反抽 好吧 总而言之呢 现在就是震荡区间 那么 我们不需要去主办的 判断指数的这个方向 因为没有意义 只需要知道 现在是在震荡 起稳当中吧 就可以了 那么什么时候 能够走出 可靠的刹车柱 到时候再说 好吧 然后具体的操作呢 那么就是经过个股 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 其他的就根据 盘前三线去操作就可以 好吧 今天收完呢 是收回到了 3234.91 那么也就是回到了 3235点附近 所以呢 明天呢 就是我们会用这个 335点 作为它的中线 当做开盘定势的 这个 主要的 条件 然后呢 下线 下线这里呢 就离得非常近了 下线的话呢 其实就是今天的最低点 所以 如果我们 按照盘前三线的 这个设置去看 这个指数 明天应该是看涨的 好吧 为什么看涨呢 因为你的上线呢 就是今天的21位 今天的21位呢 是3244.42 对吧 那你就是 3244 然后呢 这是今天的 这个 这是明天的中线啊 那明天的中线 是21位 明天的 明天的上线 是 21位 3244 明天的中线 是今天的收盘价 3234.91 那么四手五路 就可以用 3235点 然后下线呢 就是 今天是最近的 最高量了 对吧 那你就用今天的 什么呢 最低价 3231 从三线的 步级来讲 那么就是 向下空间小 向上空间大 所以指数 明天理论上是看涨的 好吧 理论上是看涨的 从三线的 度局来讲 然后呢 如果你明天 如果击穿 3231 那你这个趋势 就又破了 那么你的趋势 就又破了 破了的话呢 又要什么呢 就要 就又弱了吧 就又弱了 那你就要注意 注意这个 注意这个什么呢 注意 更低的下线去了 好吧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里的话呢 就是 我看一下 这是多少 这是325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设置一下 明天的盘前三线 第一呢 是3231 如果这个破了 就要去325去了 但是大概率 应该是不会破的 然后呢 这个中线呢 是3235 上线呢 是3244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明天的盘前三线 然后操盘策略呢 就是继续看震荡 好吧 继续看震荡 这是关于指数部分 那么 我们看一下板块 板块的话呢 今天 黄金 然后这个 影视 文化 等等 长得实际是比较好的 这里的话呢 主要是影视影像 还有那个互联网 这里呢 主要也是一些 网游戏的票 等等 然后呢 园区开发呀 玻璃呀 半导体呀 半导体呢 是继续表现吧 今天是一个 继续表现的日子 但是呢 上涨的案例啊 注意 上涨的案例呢 就是比较的 不是特别的熟悉啊 因为咱们的化线案例 今天表现一般啊 半导体的化线案例 表现一般 那么今天涨的是一些 这个设备呀 什么的大票呀 对吧 比如说 投服务店啊 北方华涉呀 这些东西 那涨幅呢 实际也不大 好吧 所以呢 是一个这个 震荡的一个走势 轮动了 然后呢 至于说 通讯设备 通讯设备呢 这个就 全天就是这个 冲高回落了 那么其中呢 它还不是最惨的板块 它还不是最惨的板块 最惨的板块 是那个 三百云商 好吧 三百云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 中国未通 怎么样了 中国未通 那么也是跟运营一样的 直接出现了大跌 那中国卫星呢 也是一样的 好吧 所以呢 就是通讯呢 今天是一个 整体来讲的 是一个走弱的一个走势 然后呢 三百云商呢 就更惨了 中国联通 几乎跌停 接近跌停 中国电信呢 是直接跌停 封板的 直接跌停的 然后呢 还有那个 中国移动 中国还在冲 要穿茅台 要穿茅台 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 大跌 那么注意一下 不管是中国移动 还是中国电信 还是中国联通 除了联通 其他的 都是什么呢 都是确立的 九银真金 那么联通这个票 今天的走势 请问他 是不是九银真金 这根柱子 请问联通 这个柱子 是不是九银真金 看联通也是九银真金 好吧 联通也是九银真金 你为什么呢 嫁住来讲 一根阴线 吃了整个平台的筹码 将近半个月的筹码 全部套死 然后呢 相比昨天 放量的 被量阴 量线破没有呢 哎 量线呢 怎么说呢 量线的话呢 实际上啊 实际上这个票呢 它的量线 有蹊跷 第一呢 你根据究竟原则的话 那早就破了 这个肯定是破了的 但是这条线呢 实际以前已经被破过了 是吧 已经被破过了 它是用收回去再破 所以呢 你这个地方的参照意义就不大 那么你再往前 咱看另外一根高亮 你看这个高亮就在这儿 那么今天呢 只是回踩了它的阿易卫 然后你往左侧一看 左边是左锋 所以呢 这个票的目前呢 就是命悬一线 这里还在十字架呢 如果他把十字架给干漏了 那么基本上 这票就废了 就是确认就废了 就是确认就废了 但是呢 现在呢 还没废 只不过呢 已经是很不好了 因为它整个平台都打漏了 所以说 你再去看这个案例有意义吗 没有太大意义啊 只是我们在说技术点的时候 像这种票呢 第一 它有没有出货 它有 但是这个票就直接就废了 量了 它并没有 因为它这还有个十字架 并且呢 它中间这个是个高亮的 二一位还没有破啊 所以呢 这个票可能还有一定的 这个回转的空间啊 但如果明天一破 那就废了 这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但是从板块的角度来讲 那毫无疑问 什么呢 主力资金流出了 对吧 主力资金流出了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 那个是叫 它应该是叫啥 应该是电信运营 对不对 那么电信运营呢 我们就看一下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你看电信运营这个板块吧 今天跌付第一名的 这是呢 板块的九零真金 然后呢 板块趋势有没有击穿 趋势有没有破位 那么这个是 长期趋势啊 短期趋势呢 是处于一个加速的状态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呢 但是加速已经结束了 那么现在的下跌呢 理论上来讲呢 这个是要回踩趋势的 回踩趋势呢 在趋势附近呢 完成一个止跌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本质上这个呢 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高点的走势 好吧 这个板块 这个高点的走势 然后里面的票 那就是刚才这几支 每一支都是一样的 中国卫通呢 这个是 这个还不是九云真金 中国卫通 这个是个长 这个是个这个长音短注 啊 然后呢 RV数据呢 这边呢 是这个下跌的啊 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你就没啥了 这还有个263 263是高概低走 那么也就是说 你电信命运已经下跌了 那理论上 你的通讯设备 就不应该涨了嘛 那能不能理解 你的电信命运已经这个跌了 那你通讯设备这里 就不应该继续涨了 你应该跟着它一块跌 对吧 那么但是我们看一下 其实通讯设备这里 反而还没怎么跌 还有这个 包括这个剑桥 还在表现 所以呢 这里面并不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并不是通讯板块的问题 而是中字头股票的一个 什么呢 一个 一个流出吧 就是中字头的票是崩盘的 那么中字头的票之所以走权 其实就是因为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中国移动 三百亿营商在涨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其他的中字头的股票 其实其他的中字头的股票 今天也是跌的 算中油资本 你看 然后呢 中国能建的今天涨停炸板 对吧 这是基建的 然后你再往看看其他的 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 也是冲高回落下跌的 然后注意啊 注意这个量 这个爆量的 这个高位爆量的 好吧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中国铁键 也是一样 冲高回落 只不过基建的 稍微比那个 什么呢 好一丢丢 中国未通 一般般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今天中字头的票 中国石油 包括中国中铃 中国化学等等 中国交界 全部呈现的是 青色的这个 流出的 那么也就是 钱从中字头的票出来 那出来以后呢 他们去了哪了呢 我看看 我们看一看 那么第一呢 有同学说 哎呀 这个很明显吧 去了光福 其实不然 去光福的钱 并非是中字头里面 流出来的所有钱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光福那是上午涨 它下午并没有涨 那下午是横盘 但是呢 你看这个中国电信 中国电信呢 其实它的这个 资金流出 流出的最多的是在下午 能不能要理解 理解打理 我们看一下 指数是什么时候破的 就是午后一点钟开始破的 那么下午呢 什么板块在涨呢 下午的话呢 实际是黄金板块在拉升 黄金板块在拉升 出现了这个 避险的这个 情况吧 出现了 包括山东黄金 你看 黄金下午是在涨的 那么除了黄金在涨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在涨 对吧 除了黄金以外 还有什么 基本上 有同学说半导体在涨 那半导体的话 我们看一个票 长较歌迹 长较歌迹呢 就是它并非全部在涨 它就是午后的时候 它动了一波 动了一波以后 又回落了 对吧 它午后就是动了一波 动了一波又回落了 包括通缝内电 你看 它动了一波 它又回落 它不是一直进去 它不是这个持续性流入的 所以呢 简单来讲 就是这个钱今天出来了 但是还没进去呢 清楚理解 考个一 钟音自从的钱出来了 但是今天它并没有去买票 大部分的 这里指的是大部分的 钱的出来了 但是它还没有去买入 因为你下午涨的时候 只有个黄金 它不可能去买黄金 所以呢 那明天开始又比较关键了 要看看这些钱的去哪里 好吧 看这些钱去搞谁 那么 从目前的情况看呢 无非就是两个板块 因为如果你再去看这个 比如说360 这个科大 科大讯飞 对吧 科大讯飞 那么 位置太高了 不现实吧 好吧 那比如说我们看 人工智能 就是大家都知道 人工智能涨得好 所以它可能会去买 人工智能 那么你买人工智能 不就那几个票吧 360 然后浪潮进去 然后中心工智 然后工智 然后这个叫什么呢 谈光 不就是这些票吗 但是你看那些票 好像位置都很高呀 包括科大讯飞 中科曙光等等 对吧 等等 所以呢 你是主力 你是超级资金 那这个时候呢 你买什么板块 我们再看软件服务 软件服务里面呢 也是那几个票呀 你看 也是几个票 你不可能再去买这些 这些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高位的票吧 作为大资金来讲的话 对吧 甚至中国也还在破线 所以呢 其实整个来讲呢 有给大资金的选择 并不多 它无非就是只能买两个板块 一个呢 就是半导体 总而言之就是 要么你去买半导体 要么你去买光伏和重量 只有这两个 好吧 只有这两个 可以给大家选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下呢 就是 大概率 大概率 大概率这些钱 可能会去半导体 好吧 可能会去半导体里面去 但是呢 目前不确定 我们只说 这是两个备权的板块 那么 至于其他的呢 就是等明天 看 主力资金 给我们的一个信号是什么 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呢 就是今天盘面发生的事情 其他的话 板块这边就没啥太多讲的 然后你说 应该涨幅靠前的东西吧 今天涨幅靠前的 一个就是黄金 这个是避险的 好吧 避险的 特别是违反了 像是因为指数出现跳水 然后也有一个消息 自己还就是 还是瑞士的那个事 第二个就是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呢 今天主要发酵的方向呢 是游戏 还有这个 传媒 那么周末 昨天 昨天晚上 我专门做雷的选股呢 其实 昨天晚上 专门做雷的选股呢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天股份呢 是上周五的案例 昨天晚上选的票呢 其实就是从 从这 到这 就是这些 大概就是这么几个 那么这么几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 就是游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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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几乎都是游戏的 这是昨天晚上发展的方向 那包括呢 昨天给的这个化线案例 图文信息 它也是算力和游戏 然后包括 天鱼树科上周杨戴英的案例 它也是 这个游戏和算力 保通科技 这个也是游戏 创文数字 这个也是游戏 中文在线 它也是游戏 神舟太阅 也是游戏 和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的 奥飞娱乐 这个也是游戏 那么 赛文智能也是 赛文智能也是 这个是我们杨戴英的 但是呢 因为 还是老规矩 就是 选出来的案例多 那么不确定的 今天能走起来 所以呢 就昨天晚上就没有发太多的这个案例 那么观察今天竞价以后呢 我们又讲了几段例 点评了几段例 这就是今天盘变的一个状态 那么接着双盘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是这个 云游戏啊 包括网络游戏啊 涨幅是靠前的 那么只不过呢 这个主力没有去攻击 我们选的那几个股票 它攻击了谁呢 它攻击了比如说 关线传媒 潮叠党 傅春 股份 涉网科技 等等 那么攻击呢 还是 还有这个神中态院 大家可以看到 四个 四个票 全是三字投 三零零开头的 所以呢 就是 包括这个 其他股股份 这是以前的一个案例啊 这是零零开头的 那也就是说 现在短线资金呢 其实还是在搞这些 三字投的票 像保通科技 这个也是三字投的票啊 它相对就比较活跃一些 那么 六零开头的和零零开头的 就相对一般般啊 相对一般般 然后呢 我们选的呢 昨天是创文数字啊 你看我们昨天选的这个 亏当万为是三字投的啊 但是呢 没有走得很强 这是冲光回落 其他的呢 就是保通科技 是三字投的啊 这也是冲光回落 然后呢 中文在线 三字投的 也是冲光回落 神州太阅 三字投的啊 那么三字投的呢 就明显要比这个零零的呢 表现要好一些 这个就是 周末 周末 周末发酵 然后到今天 整个盘面的情况啊 所以呢 简单来讲 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是在轮动的 半导体呢 目前也是在轮动 整个盘面就是在轮动 因为指数还在震荡区间 并没有走出这个突破扇轨的走势吧 好吧 所以呢 现在只是一个指数呢 在常识奇纹反弹的路上 然后呢 以震荡爬升为主 板块呢 依然就以轮动为主 那么今天呢 随着周末头 公台 然后呢 光复和楚能 开始尝试奇纹 那么 意味着呢 什么呢 意味着排便又进入一个 就进入了一个比较混沌的阶段 所以呢 目前呢 就还没有新的这个方向 好吧 那么既然没有新的方向 则不需要调整 那就保持原有方向 继续跟踪就可以了 那么原有方向呢 就是数字经济 继续看啊 然后呢 这个人物智能 继续看 因为他们俩是一块的 但是呢 你高位股 你一定要回避 这个我们一直都强调的 所以咱们选的案例呢 就是偏位置比较低的 这也就造成了 为什么案例持续不表现的原因 因为它位置低 它需要挡 等什么呢 等放弹 或者等一个时间点 才会起爆 那么如果说 你的案例是高位的 它本来人气就很足啊 所以天天表现的 就很红烈吧 但是相对的呢 风险也很大 好吧 所以这就是观察的板块 板块不变 什么都不变 那么至于说今天 流入的板块是些啥呢 今天流入的板块呢 整体来讲呢 就是半导体 流入是比较多的 然后呢 第二是黄金 然后其他的呢 其他的 我们看一下 早盘指数攻击的时候吧 好 早盘指数攻击的时候 拉的技巧是半导体 然后呢 是这个传媒板块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游戏类的 基建呢 早盘也是拉升的 但是呢 冲高回落 其他的就 就没有什么了 通讯设备呢 早盘是冲高 后面呢 出现了跳水 对吧 冲高出现了跳水 那么 今天 就是半导体和传媒 也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网游戏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电器设备 电器设备这里的话呢 可能要 可能要详细的 一会儿我们去给大家 去讲一下 就是因为 最近都讲的是题材 那波段的同学呢 讲的很少 但是今天呢 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 有移动了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做准备了 好吧 那这就是盘面 整个的一个原理 一个动向吧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 必要再去讲 其他的东西啊 所以呢 保持现有路径不变 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呢 关于这个化线案例啊 化线案例的话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就要注意了 像破费的票呢 就要给它剔除掉 好吧 比如说这个阿非数据 阿非数据呢 是没有触发 这个伏击信号的 然后呢 今天甚至还往下了 所以呢 像这种的就 怎么说呢 就可以剔除了 好吧 这个就可以剔除了 清除打雷 像这样的那里 就没有必要留了 为什么没有必要留 很简单 你用咱们的这个 最简单的方法 那第一呢 就是你主力来没来 来了 涨了 走没走 没有走 缩量 那你主力再来 它又涨了一波 对不对 那你来了以后 你走没走 你没有走 没有走 抓两条 踩到线 那昨天它又 前天它又来了 礼拜五 来了之后 今天是不是 这个票是不应该继续涨 根据主力的动向 它今天是不应该继续涨 对吧 这个用的就是 来走管的那个 四位方式嘛 很简单 但是结果呢 今天该涨不涨 对吧 还放量跌了 那这票是不是就 你不说它废吧 它短期那基本上就没戏了嘛 李洁打个六六 该涨不涨 在这个位置 而且出现了一个背量 然后呢 往下打 打了之后呢 直接踩了这高量的底 那也就是说 这个票最理想的走势就是 你在这先提稳 然后呢 反撑一下站 最终呢 再折腾折腾 然后你看看 你是要往上 还是往下破位 这就是它比较良好的一个走势了 如果不良好的走势 明天就直接就破位了 对吧 明天直接就破了 所以的话呢 就是这个票呢 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继续去 继续去跟踪的话 就没有意思了嘛 而且你画一个趋势 这是一个多点精准 确认过的趋势 今天是不是把趋势给打破了 袋量破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就 这种案例呢 就是属于 不要了它 对吧 你就可以把它删掉了嘛 然后呢 这个精密态呢 是一个 板后出枪的一个案例 也是早晨举枪的 松三一 再松三 再松 那么这个呢 就 怎么说呢 你这个票 要不要踢除 请问 要踢的打个一 不踢的打个二 要踢的打一个 这个呢 其实还不用踢除 对吧 这个不用踢啊 现在还 还不用踢 只是说呢 只是说呢 这个票的 它开始走热了 但是呢 你看 这个案例呢 它把 波段的50%给跌漏了 并且呢 把距离现在 最近的高量呢 给 击穿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票呢 有点走热了 但是呢 它的天数啊 注意 它的天数比较短 所以你还可以留 你还可以留一下 因为这个票 只调整了三天 所以呢 它还具备反复的 这个可能性 如果这个票是调整了 超过五天呢 再把21位给跌漏了 这个时候就不要它了 好吧 清楚理解 扣的一 如果它调整天数 是已经达到五天 它还把21位给干掉了 那这票就直接就走路了嘛 但是呢 这个呢 由于 虽然是位置 虽然位置调了 弱了一点啊 但是呢 它的天数没有 没有这个啥 天数还没有超 那么暂且先留它一命 好吧 暂且先留它一命 然后像同标信息 那么这种呢 是属于继续在调整的 刹车 换挡 那么这个呢 也是属于走路了的 因为换挡的基柱 换挡的基柱在这儿 对吧 这个基柱也被打漏了 所以呢 这个是直接回踩了什么呢 回踩了刹车位置的票 回踩了刹车位置票 那么也就意味着 后面要重新刹车了 即便它止住的话 所以呢 这种是属于震荡的 然后呢 金信末呢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这个 六基的票 通讯设备的票 主力目前呢 是在锁仓的 然后这个票呢 也一直 原先给了一个 接入信号 但是后面呢 直接就止损了 止损以后呢 还没有给出新的信号 我要注意一下 这个票调了多少天了 一 对吧 哎呀 这个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西边中间出了两个阳线 那这种票呢 就是可能 这个票也还没有破费吧 呃 现在目前呢 应该是要回补缺口 回补缺口以后呢 这里还会 这个这个反抽一下 看看情况怎么样 呃 然后三维通讯 这个呢 也是今天出发信号的下线 啊 下线破了那么久 什么呢 就落单 因为这里就是伏机位嘛 这是原先的伏机位 是六六九 后面呢 是过六九七加仓 然后呢 今天跌过六九七 然后就开始什么呢 开始考虑减仓啊 或者甚至于忽视落贷了 啊 财心股份呢 这个呢 今天呢 就是第一 你可以检查 也可以持股不动啊 因为二一位没有破 但是上三一位也破了 所以看你的下线是在哪里了 啊 然后世家 世家科技 这个就不行了啦 对吧 这个就不行了呀 你看天赋也过了 这是板后的高亮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七天 然后击穿了 这个台台都 好吧 这个呢 也是走弱了的 嗯 这个就是没有反抽成功了 但是呢 这个票也是没有破位的 还是在这个地方嘛 就是 不成功的下线 然后生仓男呢 今天回落了 今天呢 就是减了一次仓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是要上一米的下线的 啊 那么 今天踩到这儿呢 这个黄金线目前还没有破 所以依然是属于 减一次仓就可以了 观察的阶段 然后呢 蓝色光标呢 这个是 呃 二一位破没有了 你看二一位也没有破了 啊 二一位也没有破 二两六七 没有破的话 那么就 那么就按照这个 呃 攻防线应对了 啊 但是如果你的下线设置在 上三一位 那么你这个票呢 就减仓就可以了 啊 反正呢 总而言之呢 就是按照攻防线的 去进行应对就可以了 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讲这个案例了 等回头呢 呃 待会下去了 我更新一下票池 啊 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呢 就是花线应对的一个情况 然后 呃 其他就没变化了 啊 今天呢 我们今天周一刚好 把这个花线应对再 给大家重新筛选一遍 然后呢 那本周呢 继续按照花线应对 这个跟踪 花线学习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关于题材方面 关于指数 目前的一个状态和情况吧 好吧 那么刚才讲到了 现在指数 今天是调仓化 指数现在在震荡 啊 明天常态看跌 但是我个人看指数这里 明天应该是返潮直接涨 啊 趋势大概率无数 好吧 那么 嗯 今天呢 爆量呢 是主力的调仓换补 那调了哪个仓呢 钱出来了 从中字头里面出来的 啊 但是要去哪呢 现在不知道 所以呢 后面就是观察他要去的 因为被选的板块 或者说主要观察的板块呢 从目前的情况看呢 是 第一个是这个半导体 啊 一个呢 是传媒板块 还有呢 就是那个叫电器设备的 啊 但是电器设备呢 它就是光浮处呢 它仅仅是奇纹 它不是反转 所以呢 可能更主要的 就是 第一吧 第一我们现在可能是先看传媒 也就是游戏类的 第二的话呢 再看这个半导体 啊 第三呢 才会去看这个 嗯 光浮处 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工作 一个准备工作 这个是针对于 不断同学的 也就是说 光浮和储能的这个板块 或者说 呃 直接就看这个电器设备吧 啊 电器设备 那么电器设备呢 经历了连续的下跌以后呢 你看 它今天是出现了这个 呃 探紧回升的这个一个走势的 然后呢 主力资金呢 是明显是流入了 好吧 那么就问题来了 本来这个光浮板块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 光浮概念 本来这个光浮板块呢 嗯 光浮概念 嗯 光浮概念呢 我看一下 好 比如我们看一下 板块区 板块走势啊 本来这个光浮 我们就说过了 就是很多票的 包括储能啊 它实际上呢是 它主力是没有这个储能的 只是说 由于它不在风口上面 所以呢 它 它被大家所抛弃 然后就一直连续的 已经跌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么 板块今年 实际是很受益的 而且呢 业绩也是很好的 什么都没问题 但是就是不涨 反而还跌 那么其中呢 就会有很多 挫杀的股票 好吧 那么挫杀的股票 不是主力不想救 也不是主力不想管 而是你不在风口上面 你明日是去救它 你是救不了它 那这个能不能理解 理解打个零六 好 那么 一旦这个板块只跌 谁先动 是不是谁就是好票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性问题 你 你板块没问题 板块没问题 业绩没问题 主力也在场 只是不在风口 所以就一直跌跌跌跌 对吧 跌的主力也没有办法 都套死了 全部在里面 那么板块一直跌 谁第一天先动 放量动 是不是就说明 这个股票就好 对吧 能不能理解 为什么 因为 为什么大家要在 它只跌的第一天 或者说尝试其吻的 第一天就 就这个 毫无纠结的 直接去买入它呢 那它如果不好 那为什么要去买它呢 对吧 所以呢 就是简单来说吧 就今天放量的股票 其中里面就有很多 是好东西 那么 所以对于多段的同学 你今天要做的功课 就是 你不一定要去介入 对吧 或者如果你一直跟踪了 那你可能已经介入了 刹车就进去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 进去的人 那么今天开始就是做功课的好时机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看 中天科技 底部放量 这个还给涨停了 对吧 400亿的票给涨停了 那么 首先你看一下这个票的趋势 那也就是说这个票呢 总体来讲一般般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票呢 是它短期来讲的 它是下跌以后 这个票呢 是在破了一台以后 进入了下跌式 这是原始的下跌速度 这是加速以后的下跌速度 好 那么进入底部的这个票 回踩了什么呢 回踩了前跌 只跌啊 对只跌了以后呢 它一直都没有涨 而相反就 它在这一直是横盘震荡 好吧 它在横盘震荡 那么就是说 这个票呢 它今天放量了 固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但是呢 你明天还不能去买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票 它还在底部的横盘期间 所以说 你真正你这个票 想要有所表现 它一定得先突破上位 而且呢 你这个票的表现幅度 实际是不会太大的 对不对 因为你无非 如果你最牛 你也就是涨到那 就碰到这个线 就下来了嘛 所以呢 对于参与者来讲 其实就是从这个位置 突破的这个位置开始 然后呢 最终呢 就是打到碰到这个线的地方 这就是你这一波的 你能够看得见的空间 清楚了一些空意 这是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这个票 好吧 所以你要玩它 你最起码 你得先等它过了这个地方 你再去玩它 否则 你现在去的没有意义嘛 因为人家还在这个底下 就横着盘 对不对 好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阳光静元 阳光静元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踩了元帅柱的顶 那么踩了元帅柱的顶 然后呢 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出现了一个 这个奇吻的一个动作 但是它这个奇吻的动作 你注意了 这个奇吻的动作呢 它还没有那个叫什么呢 它还没有完全给出了信号 好吧 然后得先观察 所以先不用着急 好吧 第一呢 侧服的位置还没到 侧服的位置还没到 踩一丢丢 然后踩住呢 它只是一个刹车 那么刹车呢 你再看一个点 我们再看一个点 好 看 这个呢 是这个票的什么呢 上行的趋势 好 在这个位置呢 它其实呢 是车 比如说下来 反抽 二一不过 下跌 击穿谷底 那么现在的这个票 运行的是一个 反抽的一个动作 好吧 而且这个反抽的动作呢 它目前它还没有 触发杨岚音 对吧 它没触发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票的底部 它是放了音高亮的 所以呢 如果说你安全起见的 你完全是可以等待 它战胜音高亮以后 并且呢 战上了你这个下 这个原先的上场趋势以后 你再去考虑它时间也不迟 所以现在呢 只是在刹车 还不用太着急 好吧 还不用太着急 那么先观察一下 但是票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那么也就是说 比如今天这是一阶级重 那如果说 比如说呢 它这个叫啥呢 明天或者后天 都没有进一步的上涨 甚至如果它继续的下探 那你要考虑 这个进行低息的机会 好吧 那么如果说它能够 进一步的跌到这个位置 那你在进行低息 也不是不可以 也不是不可以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它目前来讲呢 就是它是属于两个字 叫长 长是指跌 或者叫长是起稳的 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呢 它不是一两天 它是一个区间 好吧 这个指跌 它不是说今天一天就指跌了 它其实呢是一个区间 所以我们奥底淘金来讲的话 为什么要刹车 不做做换档 其实换档的阳概因 它才是真正的 你这个票指跌的确切信号 否则你这个小框框 它都是属于 尝试指跌的过程 或者叫做尝试起稳的 一个区间 清楚理解打得力量 所以呢 你就没有必要 第一天就什么了 就自动 美金都买了 你不一定 它后面就直接就开涨了 它可能还要什么呢 还要折腾 或者说再次下旱 到我们侧服的 暂停板的石底的这个附近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这里就进行观察 观察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什么时间点 这个信号圈呢 或者说相对于更完全了 你不用着急 你得等 我们就先在103这里 先画条线 甚至于你可以把这条线 直接放到虚顶的位置 都是可以的 预计呢 这个指数呢 将围绕这个地方 展开一段横盘的这种消化 即便明天后天涨 它大概也是涨到这条线 或者说最多找到这 它就过不去了 它要下来 然后下来以后呢 你再寻找机会也是可以的 所以都不着急 好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带量了 所以你会通过这个上下的方式 或者通过横盘的方式 去把这个地方套牢盘 带量的套牢盘的消化量 然后呢 才会进行不进入上场 这个是 但是对于抄底的人来讲呢 实际上 已经差不多了 好吧 已经差不多了 那么底仓呢 实际是可以先进去了 但是呢 就是进去之后 不要忙着加仓 不要看到杨戴英 然后准备换党了 就要加仓了 你要理解这根柱子 和这根柱子的意义 你要理解 这个上行趋势的意义 然后呢 它这里会颠簸的 好吧 所以呢 就是进入之后 以坐梯为主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你看 这个是成交比较大的 这个光伏板块的票 然后呢 其他的票呢 你看没有发现这个 没有发现 再来了一个金山青鸡 那这种就是很明显的吧 对吧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你第一 这个票原来就是一个好票 所以呢 主力才在这里 搭着尖梯的买进去 买进去以后呢 缩量拉伸 没有清高 然后呢 就往下跌了 往下跌呢 全部缩量下跌 然后就开始破 破平台 天天开始给我一跌 跌跌跌跌跌跌不休 最后呢 跌下来以后呢 这个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就开始尝试起稳了 那么尝试起稳的话呢 也是一样 这只是一个刹车 好吧 那么你就可以去 第一呢 你把趋势画出来 好吧 你把趋势画出来 第二呢 你把这个上行的压力位画出来 或者说 我们把他的那个 谁给他画出来 好 我把他这个给画出来 那么根据画线来讲的话呢 你看 根据画线来讲呢 首先呢 他这里呢 是这个下三一位 对吧 这是下三一位 然后下三一位呢 你看 他是跟刚才我们那条线是重合的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票22块三毛一 没有站上之前 他只是一个反抽的动作 那么至于说 操作来讲 就没有那么急嘛 现在只是刹车 那么你就开始 这个 但是这个案例要开始跟踪了 清楚理解打个音 这个金山清击 是要开始 注意的 好吧 你加一个光厨 你把那天异动的票都放进去 阳光电燃 放进去 对吧 中间科技放进去 回头我们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来印证就可以了 然后 这是金山清击 先刹车 那么跟踪刹车后的这个 跟踪刹车后的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换挡的一个走势 然后这个票应该是要常常要调整的 靠发数据 这个也放亮了 但是你看 从走势上来讲的 这个就 这个就怎么说呢 这个是一个破平台之后的一个 这个反筹吧 目前呢 也是得观察观望 对不对 目前也是得观察观望 然后呢 这个是在这儿 这是一个带亮的音 所以这个票呢 45块钱以上 再说 但是呢 从主力进入的角度呢 你是要把它进去的 因为如果它不好 主力今天是不会去买它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因 好吧 你看科士达 看到没有 科士达 科士达你也得放进去吧 这也是 虽然跌得够呛 但是呢 毕竟这个是主力有动作的 那么把这些票放进去以后呢 不是说你立马就可以去做 而是说 今天它仅仅只是一例一对 我们要经历一个 这个什么呢 嗯 经历一段时间的这个 跟踪 好吧 比如说你最起码先跟踪的几天吧 再说吧 一周 看一下它的整体的动作 然后呢 大概三天左右 三到五天 那么就可以把 更为确切的案例呢 直接就确定下来了 那么后事的话呢 就把重心的 如果你是波浪的同学啊 那么就把重心呢 就集中到那些案例上就可以了 啊 这个是 比如说这个是光浮啊 那么 你从 承担量的角度去看 你还可以从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从涨幅的角度去看一看它 对吧 那么涨幅的话呢 这里就是有一个 这个半导体的 这个什么呢 加稳新能 半导体的 然后呢 叠加储能的 光浮的 这个票呢 走的还是不错的 这个票走的可以啊 今天呢 刚刚过了康桥 今天呢 刚刚过了这个康桥 看到没有 那么过了康桥以后呢 7块4 收牌是站稳的 所以呢 这个是可以介入的 那么下一个 浮击位的就是明天 明天呢 是7块6王4 7块4啊 那么像这样的案例呢 就是 我们也把它 这个 加进去啊 但是这哪里是明天 就可以看的啊 其他的这小层呢 是半导体的啊 科华数据添过了 好吧 金山清机加过了 上能电器 加到到光厨里面去 这个上能电器呢 我们已经和同学 研判过多次了 好吧 我们已经研判过多次了 那么目前呢 就是 蓝色呢 是它的 长期趋势 看到没有 回踩到长期趋势位置 侧幅也到位了 这个圈就不要了 这个也可以删掉了 然后这些也可以删掉 然后下行通道 其实也可以不要了 这也可以不要了 那么现在就比较明确了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刹车柱 刹车柱 往上判 这个柱子是带亮的 这是鹰瓣 所以呢 这个票呢 是62块3毛6 就是它刹车的压力位了 如果这个票 直接拖过62块3毛6 那是要考虑直接介入的 好吧 这个是 因为它是下跌到位的 然后呢 我们再翻一翻 对吧 像这个叫什么呢 欧金科技的 欧金科技 这是阻力在底部拿货 算了 那太慢了 这个十银沙估计也是要起来的 十银五分 这下跌林介西什么 看看 但是这个票得过到这才能 才会动 这下跌林介西什么 算了 这下跌林介西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短线票 2398 看看 这是一个短线票 这是看看明天能不能连板的 7块2毛5上线 哪一支集团 平刀电器是特高压的 这边也得放进去 这样呢 好了 应该没了 我看一下 6459 这个也是买入的 金科500亿太大了 68823 这个也是买入的 前两天就在开始抄了 270亿太大了 固德威 固德威 这个今天也是买入的 前面也在抄 科华数据 南方电源 然后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twent语股份 screen 看看 看下爱序股份 看一下 看一下愛序股份 看一下爱序股份 大连点是特高压的 300763 锦浪科技 688248 南网 不用了 那么就是 基本上就搞定了 那么这里呢我们只选了15个票 注意这15个里面 这15个里面有短线的票 我们看一下流通事实 那么像这个 我看一下 对我们先选这15个吧 15个呢就是 今天是第一次光厨板块移动 选出来的 那么这15个呢就先进行个 关键和跟踪 然后后续呢要进行个筛选 后面还会有第二次移动 第三次移动 那么基本上呢通过三次以上的一个移动 我们最终呢就可以把案例锁定在 大概三个左右把三到五个之间 那么那就是关于这个波段的重点 好吧 所以呢今天呢只是一个这个 准备工作一个预备的工作 由于盘面给到了信号 所以呢就这么做起来 总体来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收集的全部内容 然后呢至于说 今天早上呢我们有讲几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呢它出现了 比如说它出现了充包回落 那问题其实是不是很大 好吧 因为今天的那个游戏 因为今天这个 原游戏或者说网络游戏 它实际上走的呢 板块是走了一个充包回落 那是由于指数在一直下跌的原因 所以像这种板块呢 它如果快的话 可能明天就会进行一个修复 那么其中呢就有些案例呢 就是比如说今天你充包回落的呀 那么它可能就会有出现反包呀 等等的这种状态 好吧 今天早盘呢 昨天晚上呢我们讲了一个拖维信息 拖维信息 拖维信息呢 今天是一个这个高开穿包回落 然后呢 收了一个假英真娘 那么假英真娘呢 你首先你需要它牵扯代长 你才好用啊 不牵扯代长呢 是没有人管用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你就要换好官方线了 第一呢 它的这个主要的线呢 就是它的今天的开板架 和这个跳空缺口的位置 所以明天的上线呢 就会先写10块8毛2和10块4毛6 那么就按照这个 这两个位置去执行就可以了 然后从陈天亮的角度来讲呢 注意一下 你看 这个呢是主力来的表现吧 我们就说就从这一天吧 你就这么看 然后呢 这一天呢 你点开它的分时 看一看 这天呢 是早盘拉伸 涨停 然后呢 随后被人砸 炸板的 那第二天呢 就出现了缩量31的下跌 并且呢 下跌整个呢 也是连跌的 没有横盘 量能的缩的也可以 所以呢 这个呢 主力实际上呢 那天的主力呢 是被套在里面的 好吧 那么 虽然以后你看 今天的这个上线5 上线5是第一天 这个叫什么呢 杨盖音 上线5是第一天 杨盖音就是刹车 刹车呢 那 主力就回来 开始买了 你看它的分时 也没有问题 那么到了今天以后呢 今天主力 其实是继续买入的 只是说呢 指数充满回落 所以导致你的票 充满回落 那么如果说 指数明天可以 走出反包 或者说修复 那你这个票 很大概率上 明天快的话 明天就修复 如果说慢的话 只要你的跳通缺口不破 它都会修复 好吧 只要下线不破 它都会修复 实际问题 那么这个是 妥卫性期 所以呢 就继续跟踪一下吧 然后奥飞娱乐 奥飞娱乐呢 它也是游戏的票 好吧 奥飞娱乐也是 这个游戏的票 那么奥飞娱乐呢 你看 它也是一样的 一致的这个动作 前面呢 是人家主力有买入的啊 后面呢 跌回来了之后呢 跌回来之后呢 它把这个叫啥 它把这个黄金线给干漏了 但是呢 超级五跌落的 今天直接就做的线 都开起来了 那么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 那压根人家就没走嘛 只不过呢 上周超跌了 这个呢 也是一个假印真洋 那么 我们昨天的画线呢 是画在这儿 你看 画在这个 五六六 五七六 甚至五块九 是都可以的 那么 它今天开盘呢 直接跳分开了 所以呢 我们就会用 五九零和五七六 去当做 它的这个 两条上限 那么你看 这两条上限呢 现在就是 加在这个地方横盘 所以 明天来讲的话呢 那么你的股票 依然是可以用 五九零 作为你的上限 然后呢 你的下限呢 你需要用 调整一下 你需要用 今天的最低价 五块六毛九 作为你的下限 然后呢 这个案例呢 就 因为它的位置啊 比较特殊 这个呢 是一个板枪的案例 看到没有 板枪的案例 然后注意一下啊 缩头以后呢 你会发现 它这里有一个 五百里的龙门 大龙门 这里是 对吧 然后这里是群峰 所以呢 这个票呢 要按照板枪 去进行跟踪 如果强 直接就反高了 如果不强 可能会缩量调整 两天再起来 好吗 只要缺口不破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你得先高量过来捡 捡完之后 缺口不破 你再吸 不能说一直扛着下来 好吗 所以奥飞游的 这是今天的第二难 你早讲的 然后中油工程呢 这个是 中油工程呢 就是上周我们奖弹力 上周呢 它中午是涨停了 这个是一个 打枪的一个反高的 这是上周五弹力 然后呢 今天呢 它继续高开 它继续高开 它有移动 然后这个伏击位 我昨天晚上设的是 设的是这儿 你看两条线 四块两毛一和四块一毛三 分别是这个 鹰半的位置 和鹰尺岭的位置 那么今天呢 它实际上呢 是你看 往上走的 这个早上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在拉松以后 没有抓住板就掉下来了 那么这个呢 因为这个票成交量比较大了 所以说呢 这个票呢 适合今天去做天 但如果说 也是早盘 则介入的 那么没关系 新低 或者是破了一位 三块九 那么你就要注意这个取舍了 对吧 四块零一 三块九 那么就四点零一 三点九零 就是这个票的什么呢 两条下线 然后呢 你通过两日分时呢 你看一看 对吧 你通过两日分时 你看一看 首先呢 你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谷底 那这是一个谷底 你这个谷底 今天被给残留了 创新低了 那么就要进行一个测幅 测幅呢 你比如说 你从这测 那这是第一个峰 对吧 这是第一个峰 然后呢 这是你的第二个峰 对吧 那测得的就是看 跟前面谷底是一致的嘛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个票 明天的一个下线吧 三块九毛八 然后呢 如果你还要测的话呢 那这个就 对吧 你还要测的话 那么这个就 就得 我看一下 十块 这个就远着了 如果要顶了 就跌回老婆家去 测谷底吧 基本上就到一个位了 三块九毛八 好吧 那么明天 它的下线 就应该是三块九毛八 它的下线 是三块九毛八 和三块九 好吧 也就是它的上三一位 和它的二一位 就用这个掌停板来设 所以呢 如果是 如果是你 就是上周五介入的 那今天就是吃了 然后呢 就踢掉 然后这里呢 就可能就落蛋了 这个票 因为它分时薪低了 但如果你是 今天早上介入的 那么你明天呢 就要用下线去纠错 如果下线破 那么就要走了 如果下线不破呢 那可能会有一个反抽 然后反抽的话呢 注意 反抽呢 就是它的二一位 四块一 就是这种票呢 你反抽 四块一不过 你也是要先出来的 而不是说 反抽不过以后 你还在里面等着它 清楚理解打得力量 像这样的案例呢 比如说你今天进了 它明天给你反抽 抽到四块一 四块零九不过 你就要先跑掉 而不要觉得 就是 今天我出了一个 高量的 高开充包回路 我明天应该 长距离了 结果长距离间没有跌 还给我反抽 结果我就不走 不行 好吧 得先出来 这个是 这个咱的中文工程 然后呢 就是还讲了一个 天鱼树科 天鱼树科 天鱼树科呢 这个 这个也是上周奖的案例吧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 看它的这个叫啥呢 看它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 新高就可以了 新高啊 就过这个 过这个康桥啊 应该是这儿 611 对吧 比如说 6.116块啊 这是它的这个两条线 那么今天呢 就是6块战场 然后611都没战过 然后呢 又是也是充满回落 那这个充满回落呢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这个的话呢 由于它的节奏问题 所以这个票呢 现在是重新刹车后的 调整阶段 那么 你就需要进行一个 重新的划线 所以呢 这个票的下线呢 是5块7毛2 然后它的上线 它的上线呢 要变到6 就是这样的 好吧 这是天鱼树科 然后有一个叫 赛维智能的 赛维智能呢 是一个这个 也跟踪杨带云 4块8毛3 这个票呢 今天还没有出发信号 4块8毛3 那么后市呢 就继续跟踪 好吧 然后创意信息 创意信息好像也是 冲高回落 创意信息呢 这个是过了杨带 高开冲高 没有过啊 上面这个顶没有过 那就继续跟踪 跟创意信息走势一样的 那是阴飞错 虽然我们今天 没有讲阴飞错啊 但是呢 这个也是一样的 要继续跟踪 他们都是属于在 三角形收敛末端的票 创意信息和这个 阴飞错啊 然后中程股份呢 是一个 今天尝试冲高 这是一个一带一路 和中俄贸易的票啊 但是呢 这个今天没有出发信号 16块4毛9和16块7 16块4毛9 16块7 他没有出发 然后呢 然后呢 走了充当回落 那这个票呢 就 这次呢 就去这个 就去什么呢 就去周期调整去了 这是一个小周期调整 调整的话呢 那么就要等 换挡的阳战云了 好吧 换挡的阳战云 然后这条线 以后不用了 以后可以用 16块2 然后下限多少呢 下限没有 这个票呢 就党贷就可以 然后把这个地方删掉 这条线不用了 以后上限是 16块2 现在呢 下限呢 如果你这样的话 暂时就是这里 现在是个黄金柱 我看 123 对黄金柱 阳阴京 回踩黄金线 那么这个呢 就用攻防线去跟踪了 所以呢 这个直接起 不能伏击啊 要要挡 要挡 因为两线中间的空间不够 所以 这个点位不够 这个只有4点 4点9 所以呢 要用过顶去伏击 所以它的伏击线是 16块2 16块2 然后 就是 人民网 人民网呢 是那个 我们一直都跟踪难力 那这个票呢 它是文化传媒的 也是网络游戏的 但今天呢 就冲锻回落 18块1 是它的伏击信号 那么 盘中呢 我们讲的是 我看一下盘中 盘中是几点钟讲的 10点42 10点42的时候 它已经过线了 所以你那个时候 是没法读击的啊 然后回落以后呢 这个杨盖音的线没站稳 那么 后面的话呢 依然可以用18块1 或者说 我看一下 18块2 18块1 后市的话呢 就要用18块2 作为这个 作为更好的一个信号吧 18块2 然后看一下 这个21位是多少 21位是18块2 对 这个票的上限 就是18块2 好吧 18块2 明天 人民网 然后呢 注意一下趋势 看到没有 短期趋势也没有破 延续着呢 然后呢 更主要的呢 是注意一下上行的 这个趋势 对吧 这个趋势 现在呢 处理在三角形收敛末端 只要能站上18块2 这个票就能突出去 那么这种呢 就注意跟踪 好吧 其他就没了 然后就有个华大九天 华大九天 华大九天呢 左锋113.87 然后那个 看桥111.68 那么截止收盘呢 左锋是站稳的 左锋是站稳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理论上就是尾盘腹击 然后呢 明天的下线 那么就是它的二一位 用来纠错的 好吧 然后如果说存在纠错的话 那么就是 会有一个 1.9个点的这个什么呢 损耗 但是如果下线不破 那么就吃肉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案例 还有盘面的所有的这个内容 明天的话呢 就按计划展开就可以了 好吧 先观察指数的情况 然后今天20号 20号的话 我们这个 这个多少 41 是吧 我们这期课程呢 就全部结束了 结束了 然后我们本周呢 还是会给大家去直播 带盘 然后呢 讲收听 包括 这个每天的直播都有 好吧 然后下一期 我们是下个星期二 29号 28号啊 初期 28号 我们才开课 那么 今天呢 我还会给大家去整理一下 整理一次这个花线票池 那么 本周呢 就没什么太特别的 好吧 指数的话呢 依然震荡 但是震荡看涨 然后 你 经济个股吧 好吧 然后今天的更新一次 换行票池 然后这个礼拜 基本就是这样子 然后赛道股的话呢 就 开始进行跟踪 今天也组建了跟踪池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